圣维森特港文化最突出的是音乐 尤其是当西莎丽亚·埃弗拉出现以后 我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佛德角非常著名的赤角女歌王埃弗拉的家 那埃弗拉呢从小出生在这个名字落成 但因为她演唱的时候呢 喜欢赤的角在舞台上唱歌 于是她又被人们称为是赤角歌后 埃弗拉被人们称作赤足歌后 她喜欢光着角表演 以向她出生 生活 并发展了歌唱事业的国家佛德角致敬 还有天的歌唱的歌ях 我一直在歌唱片 pem沙场祝贝 朗祝贝 朗祝贝 range音乐 贝 玄爱音乐 And我习惯歌唱带 但我刚才在歌唱歌 minute哟 除了这心愚歌唱歌曲与和歌唱歌唱歌唱片 1080p 唷出生的歌唱歌唱歌唱片 没有绿绿不太好 有蜂蜜 如今 有蜂蜜 西萨利亚艾弗拉 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女音歌手 艾弗拉在四十岁 才迎来了突破 她一夜成名 1988年 她开始成为世界级的歌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